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的請各位同心請起立 走勒 大家請坐 法家 什麼叫法家 他重視法律 叫條文來 反對儒家王的禮 當時新興的地主解決跟反對貴族的壟斷經濟跟政治利益世襲的特權 要求土隊要私有 私人佔有 按功勞和財政受於官職 這是公平的政客的主張 要來維護貴族特權的理智是落後不公民 這些東西都有借利潤出來 現在台灣都在施行這個東西 什麼十八% 這種就是這個因素的後面 做得好看才沒有 那法律有什麼作用 定分指針 就是說 法律整頂怎麼就怎麼 所以這個所有管家 他說有一隻兔子 走出去 這是我們大馬路一隻兔子在走 這是五組的兔子 這些人都可以去抓 所以幾百人可以在後面去抓 因為那裡的兔子有所有管人 所以定分指針 你如果要去人家的兔子 拿一隻兔子 唱一隻 你就是犯罪 他把這個兔子 罪律整頂會好 你就是犯罪 你就是犯罪 第二的動作 就是新公巨爆 鼓勵人 立戰功 讓那個不法之徒 感到恐懼 新公是最後的目的 達到 富國強兵 耗力誤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耗力誤害 就是說 偏偏厲害 這種就是人性 他說雙輪 我幾千雷路也沒感覺 因為頭前有利益 怕核的人捏核的人去海上去捏核 不怕危險 是在追求打魚的利益 有這種俗信 所以雙輪得到的結論就是 人生有好惡故民可自也 因為人有要利益 不愛好惡不愛壞的東西 所以人可以自己管理 這是雙輪的畫法 他還有說不法股不尋進 他說 古早的好惡制度 這就到今天來不一定變得好惡 像以前說 景田制度 大家都知道景田制度 就是背後靈靠 跟著背後靈靈 跟著背後靈靈 中間那些是公家的 大家就去 公家裡面 去來捐公家的 結果呢 背後靈靈都大豐收 中間那些沒有豐收 這就是人性 你要知道人性 怎麼有辦法管理 我們以後 我們的生活都會掌握到大權 這大權的時候 你要知道 要怎麼去 去排除這些困難 所以桑牙說 不法股不尋進 實疑而治 不義則亂 他把儒家諷刺為 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什麼叫守株待兔 有一個座山人 在座山 看一隻土著走 走很快 撞的手子 再奮鬥 這個座山人 就把牙子拿起來 哇 今天他都不用做事 這樣 就拿著一隻牙子 反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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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 每次都坐在那邊 我第二隻牙子 再來撞一下 這樣撞 待會對 待會對 待會不會對 但是這就是守株待兔 他說儒家就是守株待兔的人 善陽聖道和聖不害 他們拿出這個叫法術士 韓非子提出將三則緊密結合 是指健全法制 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 術士指駕馭群臣 推行法律的政策 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 維護軍屬地位 這個都會發生 我們就發生在這個民政府裡面 也有一段叛徒出去外面 成立一個叫做台灣政府 那時候不對 改作美國台灣政府 美國台灣政府 就是跟你唱對台戲 就無所謂 我們這輩子 找到我們 Four Seasons Charlottet Hotel 鞠瓣酒會 我們很成功 這受到美國的幫忙 有 差不多一百人 我們差不多有六七十位 這九會很成功 就是說美國政府有得跟我們支持 這是申不害 這也是一個法家 法家的思想 跟我們現在說的 民主形式的法治 有根本的區別 最大的區別就是 法家主張君主極權 絕對的君主極權 絕對的君主極權 應該要注意法家 其他的思想 和我們可以有選擇的 加以借鑑利用 白人的訴訟 如果有好的 你也都要拿起來用 韓非子 韓非子 因為我們有 有四十七條 他下的問貨 韓非子是什麼人 是戰國末期 河南新鎮的貴族 但是 因為 有人說他口吃 大隻 他跟李斯都是 是尋職的學生 他對秦王提出富強政策 但是 韓王 韓王 韓王不給他拆脫 所以他下了兩支 一系列的文章 這些文章 給秦王政看到 秦王政就是秦始皇看到 秦始皇看到 這個人是認知 好 有出兵打韓國 韓國說 我們怎麼無事無事 你怎麼不來打 你說 你們有一個叫做韓非子嗎 他說 有啊 派那個人來 我就不自己打 所以韓非子 就讓韓國送給秦始皇 秦始皇 秦始皇 他去韓國 他去韓國 有一個同門師兄弟 叫做李斯 李斯 李斯是做秦始皇的詹雄 那兩個人無事 兩個人無事 要去韓非子吃毒煮三 韓非子注意研究歷史 他認為歷史是在不斷的發展進步 所以他主流不齊修骨 不法常渴 示意者示意 示意者被變 他覺得說 你古代的東西 不齊 不期待他來修正 不法常渴 過去的法論 你不可以用 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怎麼不需要自己用 怎麼要自己用 頂頂的理論 韓非子 繼承了 戰國時期 法家思想 的實現 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 君主必須有權有勢 才能治理國家 現在民主社會好像沒有這種 所以民主社會跟以前的社會 你自己要去變化 不可以說誰對誰不對 你根據你的情況要變化 所以他主張 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 他要清除貴族 做不對的事情 他說選拔一批經過實境 鍛鍊封建管理來取代他們 他說 宰相必取於周部 蒙將必發於豬武 他說 他說 蘇相這種人材 要去找 一定要 為 舊部 就是說 為基層的地方去找 要做一個總君 一定 為 宿兵裡面去找 要去叫外來的人 你裡面有這種人材 你不去運用 要怎麼去運用 就看你了 他說 他說 法不阿貴 法輪不保護貴族 行不必大乘 那個行法 不必大乘 他如果是大乘 也是酒吧 賞善不宜 皮膚 那有做中的人 要給他想 你別說 他在菜市場裡沒有菜 就沒有在製造 不是 他做中你就要賞 要嚴刑重罰 社會才會安定 封建統治才能鞏 這 韓非子這些主張 反映了 新興 封建地主的階級 利益和要求 為了結束 組合格局 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 封建國家 秦始皇 通一中國後 採取許多政治措施 都是韓非子的理論 來發展 秦始皇 有辦法統一六國 實在很不簡單 我們現在就覺得 他統一六國 改關了 歐洲社會 都沒有這種人材 歐洲的地盤 加起來也差不多到 中國那裡大 但是中國 出了一個秦始皇 有辦法把六國 每一國都不是爛的 給他征服 那王什麼征服 他的制度 有他的制度 就這樣 主要是在通知 有辦法把六國人的 口法和二國人的 一個人的 很難受問 當時大家都來噴 要聽得吃爽 這個王四季之後換一個新王家 他也要有人噴過這個 但是是一個一個噴 就有一個王 背鄉噴 爛魚蔥樹 你領薪水餅滾魚餅乾了 這就是爛魚蔥樹 老馬仕途就是說 你要尊敬每一個人 連動物你也要尊敬 怎麼說 他們過去有一個戰爭 戰爭的中間在沙漠中 他們迷失了 怕沒路窄 怕滾魚蔥 滾魚蔥 怕滾魚蔥出去 要去做一個洪環 這就是一條洪環 叫五仙買 叫五仙老買出來 都把他的馬鞋拿起來 拿起來 把他扯給他 讓他走 看你要走去哪裡 大家走去哪裡 大家都等到五仙買去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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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沙漠地方 結果就是老馬仕途 所以說你要尊敬每一個 這是蘭魚蟲樹穿紅衣的模樣本 尊敬的月期封建制度破壞 貴族統治崩潰 興起的是君主集權 一向用來維持國家秩序的禮已經行不通了 法家的思想在這個時候開始萌芽 到建國中期之後法家思想成熟 特別在齊三晉 什麼叫三晉 有一個晉國被韓趙衛三家分晉 韓趙衛 戰國氣雄 法家代表人物還有一個是管仲 管仲 他有奠定齊國法治思想的開山柱 還有一個 這個 紙產 春秋的時候 鄭國外受淨儲夾工 內有鄭親巨事作亂 紙產出來之後 改革鄭國內政 破除迷信 我們今天在電視上看 王清平 他的 辦公室外面的手 哭掉了 這就是風水不好 說到一大堆 這跟那個沒有關聯 但是 要讓你迷信 就是這種 探這個時候 你灌下去 一些不應該的思想 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 一個人手要倒入 跟王清平有什麼關聯 這個法家 要有禮禮 生不害 商鞅才有稍微說 商鞅 衛國人 秦孝公司 座有商君書 二十四篇傳世 要有信賞必法 聖道 韓非子 這都是法家的人 人物 韓非子 有一個性惡論 因為認為人的行為 多從私己 利己 為出發點 所以 人性是惡的 所以 人性是惡的 我們的頭部裡面 中的是 人性本色 本善 到底善還是惡 這裡有人說惡 另外一個俗性就造出來 讓你的俗性 受到比較平衡的觀念 有些人說 我人性本善 一直善下去 絕對不對 如果說人性本善 也不一定對 但是不要迷信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迷信的電台很多 為什麼要迷信 說印度 印度在三千年前 印度人是黑人 這個黑跟非子的黑人 黑不太一樣 也比較黑 印度三千年前 有文化 但是 北方的亞利安人 入侵 亞利安人 十二千年前 已經遷就了 好 這是 要有五個爹 就是 大家都看守 有四個爹 歹 有輪迴 人分成四級 婆羅門 三級裡 四級 四級 一級 派生 宗教人士 二級 國王 國家的軍隊 辦事員 三級 生理人 一般平民百姓 四級 羅勒 一 二 三 級 八 人 五 人 四 級 和 五 人 說 你比較認真 比較疼愛 後 四 人 幫你生一 級 這樣 就跟印度人騙三千年 那時候 蒙古人打到印度去 怎麼有這個 這麼好 我幾個人就來幫你關整個印度 要是有英國人來 有這麼好的這個 這麼好的統帝 印度怎麼有辦法獨立 我們在說台灣 如果說到印度 他怎麼有辦法獨立 他們獨立的因素就是 第二次世界來前 英國欠兵 全為印度的青少年 要求兩百萬人去歐洲建庭 去非洲建庭 接 一件事是 他們把那兩百萬求回印度 但是這兩百萬人 經濟的 敗的國家 看到人的自由平定 回去印度也要求自由平定 所以印度到法度成功 有它的因素 兩百萬人都看到社民不迷信 李師 李師也是法家 他是尋職門下的大弟子 協助秦始皇 廢除封建 確定郡縣制 建立中央的大一統帝國 實行法家的主張 以法為教 以利為師 貫徹法家的理論 是法家理論全面實踐的推行者 李師 李師將管 接著李師 總結 法家用法術士三個學派 秦始皇用法家的思想統一了全中國 我剛才說歐洲沒有出現這種人材 秦始皇是一個特殊的人才 他有法運用統一的全六國 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到底是怎麼變的 自訂二十級絕的做法 他廢除舊世襲世親的制度 世襲 例如說以前的方法就是老爺 我做一個大肩 我也可以做大肩 我孫子兒子也可以做大肩 噴二十級 那絕 絕位規定有田宰 奴婢的數量標準 他衣服 制定獎勵軍軍 嚴懲私鬥 你若帶一個人給你什麼 帶兩個敵人給你什麼 斬敵手兩個受決二極 可為百彈之官 這就是商鞅變法 實行限制廢除分封制 限制就是這個官員 直接由法庭來管理 法庭的命運可以下達到縣長 制定連作法 什麼叫連作法 就是你們犯罪 五交為一五 十交為一 為一十的戶籍變制 所以連作法 連作法交到日本時代再進行 經濟範圍 廢景田 剛才我們有說 經濟範圍 中的那個 沒有人要去做 種農異商的政策 那些人 農業 現在比較不注重商業 但這是 說給你看 跟你說這兩千年前他們的訴訟 你要 種事 種農 也要種商 統一肚量痕 這個秦始皇 那個時候就知道肚量痕很重要 還有統一一台車 有多看 因為一樓 一樓 要根據這個車的跨度 有兩隻車的什麼價 這種的東西 這個秦始皇的制定 統一肚量痕 但是 中國好像秦始皇有統一肚量痕 三樓都沒有了 所以 在社會方面 推行小家庭制度 有兩個成年 兒子 兩個兒子 就要讓他們分開大 不然就要將你教護身 根據老爸跟兒子 通知 但是這個兒子 就是要成年 成年就要讓他們出去外國 讓他們外國 大 現在就說 這個心理因素 就是廖北愛的下長 這個南羅 這個臨松文的時代 出現了 三千名的 滿清月明 月明 他自動向滿清靠攏 是市區的外大兵 他就換去完全政府那裡 對那個臨松文的台中 莊大田的部隊台去 莊大田的部隊大敗 莊大田 背負受體 頭前面對 滿清軍隊 後面面對 這個滿清月明 住在台灣 但是他沒想說他是台灣人 會攻擊 所以他就說 這樣好 我們先來說 來打這個客戟的這個 六樁基地 這個時候 這些廖北愛的專家 完全正說 他要來打我們 你來救 完全正說 我還沒打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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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雪沙之後 清滿清月明 軍 十負其九 那個 1787年 十月二日 你知道 1776年 十一年後 美國獨立電政 十一年後 在台灣 任聖文書家 聖的 有一個禮拜做一首詩 他說 美人垂豬臉 身作醋而美 但見淚痕絲 不知心恨誰 這就是 你兩邊都不是人 說 有一個水澡 在豬臉的後面 眼睛頭 割掉 但是 看他在老眼睛 不知道 他心 在分 分 分 萬千不來救 還是分 來抬 他兩邊都站不住腳 但是 這就是 我們要注意 這是台灣受到人 分化 不是客家人 沒有 客家人 因為那個客子 就是說 我來這裡做客人 你要帶去台台 跟我就無關聯 客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變成主人 你住的 無關哪裡 台灣的哪裡 你就是那些主人 這樣會保護你自己去台台 到日本時代 這個事象 受到滿清政府 把滿清政府的思想排除掉 客家人有出現 三個民族影響 一個叫做江少祖 江少祖就是 在新敵 新保 那些人 客家人的原鄉在台灣 根本不是客 你是這裡的主人 這樣才對 同為寒子愛的一分子 所以 我們不能把客家人 排除於台灣人之外 客家人是我們的兄弟 客家人也說 我就是這裡的主人 這樣 族群協和 哪有辦法 人對抗外敵 不然 不知心恨誰 你不知心恨誰 你不知心恨誰 那些人 那些人 鑫子瓶 有個大派 鑫子瓶 是長江的老爺 政治庸受到的人蠱惑 說萬政政府做三省總督的因子在彈禮 他看到三省,哪三省呢? 民兩月,民是福建,兩月就是廣東廣西省和福建省 三省總督的因子在彈禮 他聽這個話,本來福建有一些天閃可以修到 放棄仙下官,博弱提供三省總督之因 他要去倒清的時候也有來救廷仙宮 廷仙宮不可以跟他倒上去 他說哪有老爸跟兒子來做叛徒 他帶五百名 貼身衛士 後面還有黑人 黑人是肉比較黑的,跟這個非酒的黑人 不太一樣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他這個肉很黑的 他要去倒上去 責見為盟 痛癮三天 三天喝小酒後 轉 跟他送去 轉到他送去北邊 去北京 現在萬千的兵 轉買了日子去轉酒聲 轉酒聲 他還有十萬名兵 六百台的軍艦 這個要對空 但是人家說 人家說 我不要給你這 他說 你們老大 就在我們那裡收交代 你們在這裡再反抗 他說 這樣好 失去了 不知道熟什麼人 轉好 問開 萬千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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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鄭仙宮的老母 過去日本人是不可以 女母不可以出國的 但是 因為 人家在中國做大館 全跟 人家在母 這個 川田 全送回中國 送回中國 送回中國 現在萬千兵不再去 人家叫他走走 他說怎麼就走 我們老公在做大館 結果呢 在家裡 去給萬千的兵 強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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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他全調到自殺 他們兒子 疼到 全都說 好 抗生 所以提醒說 為什麼 跟他們老婆 不一樣的循環 就有家庭悲劇在裡面 是 同學 那應該說 當老婆 可以 做 將來 中間說 你太遜了 所以 你太子 開了 這樣子 你太子 一直在 市場 絕對 這個 太子 穿軍中 當時他旁邊有十八的人 帶他出來 都沒有繼承到他老闆的軍官 當時他在二十三個 起兵一六四六年 一六四六年 台灣是一六四二年 一六二四年 完全是這個華蘭人的佔台灣 以前叫做東寧王國 東寧王國 以前叫做東都 東都有一句諺語 演奧王國講蹴放在大國旁邊 偷偷 就跑出跳過 那天就施了 kg 好丟服 以前是為了派出大的 Sethид 就說都是ファァァァアの方法 跟九卵心文化 尖 tum乾的 自由人間 豈原乃 lift 已經是七節car 千年 是十幾人 是十二元 是十九人 什麼叫震驚亂论 在爺盟 以前說 部隊帶來台灣 所以為爺盟團來的消息說 他做阿公 39歲就做阿公 他很開心 全收縮 一些軍 金軍給他 爺盟 他的大小子 他媽媽 那個女兒 和這位大小子 和這個大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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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過多久 這個委員會問團來的消息 說 對 以前說 你是做阿公還是做老伯 什麼話 什麼叫做阿公還是做老伯 就是大小子 天神和天神的女兒 拐著天神的老闆 聽見沒有 天神會第四個女兒 天神和他生一個小孩 所以這就是亂倫 但是好景不長,不太久老伯,豬集龍、阿杰和修徒, 11 人讓元青處死形 那還有事的因素,可能永立帝和太祝在昆明洪台時 所以完全一年以後 有一個人在提醒說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成立鴻門天地會 鴻門天地會是什麼 是鴻門這個祖籍 過去我都覺得是外省番卦 但是這個像是台灣人創立的 台灣人創立的 所以 丹英華創立的 但是在那個蕭帥都說陳靜蘭 因為陳靜蘭有的感覺就是說 減染一百倍的這個一點點小東西 哪有辦法來統治中國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錢去買 這是漢民宗的訴訟 那些人沒辦法奉獲 就是基層的人沒辦法奉獲 基層的人沒辦法奉獲 所以他成立 丹英華成立基層的祖籍 給基層的人 那些人買安專員來 來這個 博企的 一切的管理 這個鴻門天地會裡面 有餘的那個佈陣 就是說我在 酒室或茶樓 我自己坐在那裡 拿茶樓、茶樓放下去 那別人就知道 你這個紅毛的 我就自己怎麼做 我們就是一家 他說拿一個茶樓跟一個茶樓 置於盤中 這是朵葉擺盤 一部的茶樓在外面 你要打的一定 你就破陣 你這個套套拿在裡面 他說 牧羊成立是乾坤 義氣全平一點紅 今日義兄來拷問 莫把紅英當外人 這就是說 我擺這個刀擺這個局勢 你看擺的人你就怎麼做 我們兩個就是鴻門兄弟 你知道說這鴻門 還有很多行 我舉大概一兩個例子 有一點水、有一點茶 有一點水 水叫做清水 水傳給倒映什麼 茶叫做紅茶 紅茶 他就是你要講 波勒清水換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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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到位是紅茶 之前喝我來去喝 上方不用睡飲料 這就是 這個度緣 桌跟水 你把茶 你把茶 撈掉 清水 撈上去 再填茶 我們都是鴻門弟兄 那現在 是 現在 現在台灣 現在 清朝的時候 知道說 你怎麼變這種 所以 乾隆皇帝 設立一個叫做清邦 我完全的邦叫做清邦 拿懷孕、懷水餃一條文化 讓你們的利益去修 讓你們清邦去修 清邦以前是廖伯阿邦 但是,最初就是參加清邦 台灣人就是清邦的領袖 這段就是一個評 台灣與中國人的區別 在台灣一百九五發生的事情 在中國十百一九三一 再三十五年以後 台灣人口三千萬 三千八百萬 是我們的十二倍 我們三萬六千兵公立 他一百三十萬 是我們的三十六倍 但是在一百九五年 日本派七萬六千名兵來打台灣 但是要打中國 兩萬名去就好了 打台灣花六個月的時間 再打到台南 台南那時候出現老英國 前途 穿十五三、阿嬤三 所以說阿嬤浪江 阿嬤浪江 阿嬤浪江 要走到港口 要浪一下去去 阿嬤浪江 所以我們現在說浪江 但是你不知道阿嬤浪江 是說當山人老英國 這樣就算了 這張圖是跟你說什麼 這張圖說 如果中國東北是台灣人 日本要打兩百十六年 才打下去 不爭兵的狀態 所以我們台灣人很危態 不過價錢都給人家 找到家 都說我們下落 那這個地質 在依靠 同時讓人集體屠殺 這個廟棚 你如果做這批的廟棚 那批也不爭 這個 郭民黨的軍隊 有兩百萬導航 共產黨 共產黨怎麼處理 你這些兩百萬的兵 他們發動繁監 叫國民黨的軍隊 導航的軍隊 你做先鋒 用人海戰術 美國那邊用火海戰術 人海對火海 誰都贏了 所以 還是有兩萬多名的 叫做反共意識 他送回來台灣 沒有事 本來國民黨的軍隊 去做共產黨 共產黨 叫他去做炮灰 炮灰 叫美軍 韓國軍隊抓去 送回來台灣 現在對這些人 也沒信用 你後面要做一遍 怎麼可以讓你做兩遍 先去客人 殺豬拔毛 這個人 叫做反共意識 這就是廖邊 我們現在 沒有時間 我們來看講義 這會介紹這個 韓非子座第一條 好 凡人主治國小而家大 權傾而承重者可防野 比如說國家弱小 臣子權重於軍王 勢力大於軍屬可能滅亡 這條是韓非子的援助 這條是我改寫的 可能改寫 寫得不太健康 但是大義應該對 所以你要注意看 第一條 前面那一條 第二條 減法境而誤謀律 荒蜂內而持交原則可防野 不重視法規 只在意計謀 不理正事 只在外援 可能滅亡 群臣為學 門子好鬥 傷骨外跡 小眉 誘障者可防野 他就是說 群臣喜愛學術研究 貴族子弟喜愛 爭鬥是非 商人將貨囤積於外國 平民濕鬥嚴重 可能會滅亡 可能會滅亡 浩公寺 台瀉 波子 市車 福氣完好 百姓 前迷惑者可防野 這就是 你自己要搭 自己搭的時候 跟你所掌管的權利 做一個比較 這47條 提供給各位 他要 江德館 要好好讀這47條 這是2千萬年前 韓非之下的 應該有所幫助的 對 說到這裡感謝各位 請 請 起立 走 下課休息10分